本节欧洲杯完成了小组赛的阶段后 百合也评选了24支球队的最佳11人阵容 这名单是根据各球员在小组赛的表现而定 欧洲杯新军冰岛先后占平了葡萄牙及匈牙利 更涌错奥地利以小组第二名晋级16枪 其中门将哈尔多松功不可没 一共做出18次成功铺就 是所有球队的门将之首 也是球会队友的意大利双后卫 伯努奇和金眼利尼表现稳定 在对垒比利时和瑞典的比赛中力保防线不失 克罗地亚队长斯尔纳除了在左位的位置发挥出色 更是国家队的中流砥柱 成为球队击败西班牙以正蒙出现的主要功臣 西班牙右卫胡安弗兰则是能功能手 而且仿佛拥有跑步玩的体能 中场 贝尔 摩德里奇 伊尼斯塔 西罗纳多 绰号摩迪的摩德里奇在克罗地亚扮演着发电机的角色 成为球队进攻的全员 伊尼斯塔则是组织进攻的核心球员 成为西班牙进行传控并控制对方禁区的关键人物 葡萄牙天网西罗在前两场小组赛都发挥不佳 但在对垒匈牙利一战 没开恶度宣告回用 维尔士头号球星贝尔 则是被评为本届小组赛的最佳球员 不仅三场比赛都有斩破 更是球队以小组投名晋级的最大功臣 帕耶特是法国队之间表现最好的球员 除了在揭幕战成为制胜英雄 也在对垒阿尔巴尼亚一战攻入一球 而莫拉塔则是在西班牙的传控体系下扮演着综结者的角色 目前以三球并列射脚榜的榜首 更多欧洲杯的赛前分析以及赛后讲评 敬请留守今晚8点半的欧杯大豆法直播节目